來 師兄幫我這樣可以 天氣不錯 問你們一下 喝酒水的人最怕人說什麼 說他醉了對不對 說他醉了 為什麼脫鴨人說他醉了 醉了都不能再喝了對不對 要想再喝 我們兩個人有兩個人都在路邊喝酒 喝的都很醉了 互相指責對方你醉了 人家說沒有沒有是你醉了 我說不是不是 什麼我醉了你這麼醉了 來擠幾百瓶 最後期中一個人把手電筒拿出來 晚上在路邊喝酒 你看到這個是什麼 手電筒 你知道手電筒晚上打開 會有光柱跑出來對不對 一個條這樣一直起來對不對 你說你沒水 來 看有這個電筒條 看有看到 對這裡白了 另外一個手水的就說 你是把我弄出來是手水的 我如果白到一半 你電筒滾下去我又不就涼下去 要聽到有沒有 你們好像聽不懂 你們好像聽不懂 我幹嘛你們法理會聽不懂 發生什麼事情 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種酒的不好笑 前一個 你上面有一支燈光柱對不對 你有材料拔掉嗎 沒有 沒有 但另外一個人 也拔掉了 就跟著他邏輯走 真的想說這可以白去 他煩惱的不是白去 白不去 他說白到一半 電筒如果滾起來 他就涼下去了 對不對 好笑在這裡 兩個人怎麼說 說酒的 都在說酒的 對不對 過去台灣人也是這樣 他說 他說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 真的相信 這樣真的嚇棄 台灣人嚇棄 說要入聯 不是有一個牧師 要帶一整天 要去那裡入聯 說要加入聯合國 那就是 國民黨把他畫一個空的東西 那就是 跟光柱頂管的一樣 這是說酒的 另外一個是說宵的 有一個人 這是醫學上真的有這個病例 醫學上的病例就是說 人如果腦部有一個地方壞掉 他會以為他自己死掉 想說他自己死去 結果真的沒有死 他想說自己死了 所以有一個人就是有這個問題 死去跟人家說我死了 我死 人家說 好洗好洗 會吃、會清、會睡 哪有死 沒有啦 我已經死了 你知道這些人說多 旁邊的人會送去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去看什麼 看很辛苦的醫生 去笑 快送去看醫生 真的有一個醫生 就看診 就說服這個病人說他沒有死 他沒有人 給他恢復正常的認知 但是這個病人也一次過了 整半部 到最後總算兩個人有個共識 共識你知道嗎 同樣同樣同意一件事情 同意什麼 認知 同一個認知一樣 因為都不一樣 醫生就要給他鼓掌 跟他產生平台 最後兩個人同意什麼 死人不會流血 你們怎麼知道死人不會流血 為什麼死人不會流血 你們怎麼知道 什麼燙掉 那是燙掉 我說死了死了的人是不會流血 如果沒燙的話怎麼會流血 對 心臟 為什麼心臟沒有跳就沒有血流出來 沒有壓力 心臟被碰不 碰不照壓力 再給他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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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死了心臟停了血 就沒有壓力 你血管割開來也沒有灰 灰灰 所以死人不會流血 這是對的 這病人也同意 所以雙方同意就是說 醫生說 沒什麼 我來做實驗 你手勤到拿來 我把它倒下去 如果不會流血就表示你死了 對吧 如果要流血 你活的 那就好 那最簡單 病人也同意就來做實驗 手勤到拿來 這樣要渡了 結果呢 一定流血 對吧 他已經想說 就流血就證明你是活的 結果別人說什麼 原來死人不會流血 所以頭前那個笑話 裡面說的那個人跟這個不一樣 頭一個是他認知上 因為受到酒精的影響 所以認知有錯誤 對吧 但是酒精的酒精 拿去消掉之後 它就恢復正常 對吧 第二的這是 沒效 無救了 對吧 沒救了 連證據拿去頭前 你也沒要死 那種就完全無救 台灣人有這兩種 酒精拿去 那種人會恢復理性 但是那個酒精拿去 法理跟你說得清楚 還聽不懂 那真的是死得很痛快 那真的是去笑 笑得很痛快 無藥可救 你知道嗎 一個公消的 一個連證據 這兩種台灣人 衝得很慘 透過這幾天的法理 告訴你很清楚 好 這百度有人看過嗎 有沒有人看過這幅畫 這在座有沒有受過藝術教育 都沒有 你們以前的美術科在做什麼 好 有人看過 高跟 你是有上過高級班嗎 沒有 你就是看過 你可能從事都沒有 高跟 好啦 你們知道是高跟 那下一個就是 這幅畫的題目是什麼 有其他人不知道高跟 不知道 所以我來講 只有一個知道不知 高跟 高跟出生了一八多少年 他的時間跟那個像 飯骨差不多的時間 你知道藝術家的生活 漆漆漆漆漆 如果有賣畫 賺到錢 就很好 如果沒有錢 就錢賺六百 這高跟有一次賺到大錢 他再跟他 反骨打造成過 反骨就是一個 鞋子掛來的藝術家 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今天講的是 他有一次很好 賺到錢 他就搬到大溪地去 大溪地 大溪地 大溪地是在太平洋裡 要去哪裡 你知道帶了很多歐洲錢 很好用 帶當地 吃穿喝都沒問題 還有美女在旁邊服侍 他在那個小島上 就過得好像一個 國王般的生活 都會來把他給他 所以他就畫這樣 他像國王一樣 過這個日子 你知道他畫這幅畫的時候 他給的一個title是什麼 你說看過那個名字叫什麼 這麼厲害喔 你是學藝術專業的嗎 好 Interesting Good Where are we coming from Where are we 等一下 這個怎麼不太聽話 再來一次 OK 資源回收人這個名詞 你們知道嗎 資源回收人 有沒有聽過 資源回收人 沒聽過 我創的 三年前我開始使用這個名詞 recycle man 待會我會跟你解釋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來 他的名字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897年說話的 我們從何處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照理說高跟應該活得很好 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輩子在追求的 無憂無慮吃穿都沒有問題 照理說你應該沒有問題 為什麼會問出這個大災問 為什麼 你們追求的這一輩子不就是為了要這樣過日子嗎 我告訴你 高跟 他問的這個問題也是台灣人 台灣人從哪裡來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要往哪裡去 我慢慢先跟你解釋那個資源回收人是什麼 來 這是什麼 說 所有的人類 在世界上存活六萬年 六萬年 六萬年之內 大家大部分都是以部落的形式 部落就是tribe 部落 部落就是好幾個家庭居在一起 有沒有 因為什麼理由存在 因為 狩獵的範圍 水的資源 或者土地 種植的土地 來形成一個所謂的部落型社會 你知道部落跟部落之間會做什麼事情 不一定戰爭 有時候會合作會變更大 如果沒有合作就是戰爭 你講的戰爭 戰爭的時候就做這種事情 互相殺來殺去 他殺的時候一定會把對方怎麼樣 殺得乾乾淨淨 一個不留 為什麼 你如果老了 留下來的種跑出去以後 過幾年又回來報仇 對不對 春慧之後又生丟 所以他要殺就殺得乾乾淨淨 那後來發覺這樣做不對 為什麼 殺光之後 我的土地變大了 我的種植範圍變大 但是我人那麼少 不夠營 所以他會做什麼事情 下一步 會把這些人留下來 老弱婦孺 把你更厲害 更聰明 更勇氣 更勇氣 都抬 留下這種人 留下什麼 先不要那麼急 講自由衛生人 他留下來就是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就是奴隸就做這些事情 奴隸就做這些事情 奴隸就做這些事情 他沒有效忠對象 為什麼 過去那個已經被砍掉了 他現在就是當做奴隸 每天就做這些事情 這個也要走 來 要說 他們征服對方的時候 通常都做幾件事情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後的統治手段是什麼 他們會做幾件事情 我跟你講為什麼 部落戰爭 它會透過宗教 語言 信事 三個主要的動作 我舉個例子 以前中東在雜戰的時候 比如說我是尼羅河的 Tribe 我的河神 就是那個Koge 俄語就是我們的神 在戰爭之前不是馬上有打 他會把他神推出來說 我們神比較大 我們要來 因為神的名字 我來殺你 對方也是 我們是Cobra 我們是Cobra 怎麼講 眼鏡蛇的神 就開始殺 殺光了鱷魚神贏了 把對方的神 你們神比較遜 所以現在被我打敗了對不對 所以你們神全部要滅掉 你們改來拜我的神 這叫做宗教 他只要征服一個Tribe之後 他會要求對方 不能再留你原來的宗教 你留原來你的神的時候 表示你還有效忠於你以前的神 只要你會有起 被換的心 對不對 第二就是 語言也是 你不可能再讓你講你的母語 你過去的語言 我要跟你改 再來我也一定會改你的姓氏 過去中國有很多姓氏都是這樣來的 因為部落之間的戰爭 打敗了對方以後 把對方歸到自己的名下 所以今天姓氏這樣形成 你就跟著那個求領的姓氏 過日子 這就是台灣過期經歷的事情 我們過去的宗教語言姓氏 都是被人家賦予的 你的姓氏 不能讓人家的姓氏 不是這樣 我會越講越多 語言也是被改的 你說現在好多 這麼客家話 閩南語都不是 這都是外來語 我們本來是Tribe 在這個島上面 生存了四萬年 我跟你會越講越多 暫時先講這個 戰爭後產生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一群無頭人為Armen 我給他這個Armen 他的頭砍掉了 講這個 我先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Armen就是這樣 你們看過這種超人 沒有看過這種沒有頭的超人 沒看過吧 第一次看到 他可以像超人一樣 所有的功能都有很強大 但他就沒有頭 我講的資源回收人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我們隔壁鄰居就有一個城市 叫香港 你知道香港是資源回收人 以前被割讓給英國 英國設一個制度 在裡面就是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買東東 時間到了稅總督抽回來 交給英國女皇 交給英國 等到97之後收回來以後 中國 以前江澤民 鄧小平是什麼 舞照跳馬照跑 他知道你是一個資源回收人 對不對 他又要弄一國兩制 我就不講那麼深 就是叫你繼續做 等到他們最近 要收不一國兩制的時候 叫他們唱中華人民解放軍的歌的時候 他們跳起來 不要 比如說前一陣子不是占中嗎 記者就訪問占中的年輕人 你為什麼要反對 他說我們不喜歡這個特首 我們要自己選自己的特首 他說你為什麼不喜歡他 因為他有投我們沒有投 他知道意思嗎 因為那個總督是有效忠對象的 特首是有效忠什麼 中國北京 他們沒有啊 過去都沒有了 我們想想想想想想找一個頭 但你現在已經收成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你一定要效忠上面 一定要跟你裝頭上去 他不願意 你知道沒有頭的人做事情也是什麼 無頭無腦 所以你真的問他你到底要什麼 他也講不出所以然 他只要抗議而已 他只是不爽 上面有一個長的有頭 他沒有頭 我就說metaphysical 這個我還沒有講得很直接 來 我先給你們一個大概的分類人的方式 會講到沒有頭就必須要這樣講 一種是有頭 一個是沒有頭 一個是屬肉體 屬肉體就像跟動物一樣 這個是根據他行為的主宰者來決定 他是屬於哪一類的人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因為民政府以後你們是要管理人 你既然管理人的話 你要分類 對人分類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我舉個 先從最下面講起來 動物就是肚子餓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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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找吃的 你給他餵飽他就很乖 對不對 動物用食物給他控制就好了 動物的本性 他在按照本人在活每天的生活 你過去有時候 高雄那些年輕人 騎到桌外拿五四刀 晚上出去砍人家絞巾 他把他抓來說 為什麼這樣做 不知道 爽 我說爽 講這句話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裡面有一個衝動 當我這個衝動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做 我管他去死 不管人家死活的 就是按照他動物的殘暴 或者獵食的本性在做事情 你要講他到底講不出來 動物以吃為主 我舉個例子 你也不要小看這群人 過去台灣人都說 人家這麼多找要做什麼 我做飯吃 有沒有聽過 飯吃 書店那麼多幹嘛 又不能當飯吃 有沒有 去挖那個要做什麼 我做飯吃 去打發裡要做什麼 我做飯吃 所以這群人是不是動物 是啊 他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不是動物是什麼 對不對 你對東西的價值 是評估他可不可以拿來當飯吃 所以你把好東西丟給豬了 他會不會來咬你 鑽石啊 珍珠 K一隻豬 看看他會不會回來咬你 鑽石跪了幾百萬的 豬以為你拿石頭K他 因為他不是食物 我跟你講你不要小看這群 所謂的像動物一樣的人 他可能住地堡 可能開Lamogini 可能有個人私人飛機 可是賣瘦的油給你吃 對不對 你們怎麼都聽不懂我在講誰 你們就不吃那種油的人嗎 你們都不知道 對啊 我沒說的名字 我就說 你可能是屬於像動物一樣 因為他是按照本性在做事情 不管人家死活 他買那種油給你吃 給你們去死 但是他沒管 因為他滿足他的本性 你知道嗎 好 比他好一點 像這一種的 越下面越physical 接近人的本能 再來開始有subjective 就是有主觀意識 他知道自己的存在 所以狗越低級的話 那種狗連咬都沒辦法咬 你手一靠過去 他連主人的手都要咬 比較好的動物 做過馴服的 左手拿起來 他就提起來 右手拿起來搖搖尾巴 他可以坐下 他都可以 這種比較開始 他知道以後 他自己跟主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到後來 這邊是什麼 比較objective 這是沒有頭的人 這上面屬肉體 我這percent就是給大概 社會裡面大部分的人 是怎麼樣生活的 百分之六十 差不多這種 他們的care是愛國榮譽愛情 可是他最高只能講到道德 他不能再往上追溯了 這些人 他們是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 他們屬於什麼 social smart 或political smart的人 他們喜歡玩遊戲規則 可是上面有頭的人 他們是以 制定遊戲規則後面的原則 來做考慮 這種是屬於這個 下面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他是physically smart 你有沒有聽到他們的slogan很多 比如說just do it 有沒有 做了再說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所有的商業的行為 都在鼓動你的動物本能 他不要你思考 你太理性 你怎麼買得下東西 他就要刺激你感官上的需求 在當下趕快買 快買下來 對不對 你如果恢復理性之後 你就不會買 等個兩三天五六天就結束 你就不想買 對不對 上面是有頭的人 有頭是什麼 你有可能很窮但是有頭 有頭就是有效忠對象 知道你做這些事情 Everything is about what 你會對事情的對錯是非分得很清楚 他可能很窮 比如說 有一個missionary 傳教士 從西方國家 生活條件很好 跑到亞洲來 跑到勒森羊療養院 看到那些泰國的人 每天給他換藥換一輩子 把太太也帶來 小孩子帶來一起在這邊生活 你會覺得瘋了嗎 但是不會 他是屬於有頭的人 他效忠他的組織就是上帝 上帝叫他來他就做 他以取悅他的組織 為他的生存目的 你也可能是選錯對象 你可能是IS的人 你可能回教組織 你的效忠對象 所以他們生活條件很糟糕 但是不怕死 他的行為的主宰者是他的信仰 或者他所謂的對錯 他們對對錯的觀念是絕對的 Absolute 然後可是中間這段人 他對對錯的觀念是什麼 相對 所以伊底郎對於什麼 什麼叫對什麼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他對錯 像最近的柯P也是 他不是有一個演講 在網路上很有名 他說他是葉克摩的大師 對不對 很厲害的醫生 他會用這個讓人明明死了 但是還可以靠這些機器 繼續維持生命的跡象下去 對不對 結果這個醫生就困惑 這個醫生就混淆了 到底人是怎樣 他就想說 人到底怎麼樣叫做活著 對不對 他就開始問這個大災問 你心腹在活著在動 可是你的腦子已經死了 這到底是不是活人 他就說追到人的生命的本質 跟定義的問題 什麼叫活的 結果他問到這邊就停了 他不能再問下去 因為他是這一段的人的top 他可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很極端聰明 智商157 可是他是沒有效忠對象的 所以他當他要做這種判斷的時候 沒有 你們來民政務是讓你們有投 你們本來是沒有投的這個majority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戰爭失敗了 如果要接受那種教育 人家隨便移植在上面都可以 但下面我們恢復到有投 特別是你們又是以後 會來走向民政府的官員這條路 你們更需要有效忠對象 那我會慢慢跟你講 為什麼要走上這條路 來 接下去 這個是Maroon 5的歌 你就看他們歌曲的內容 就在訴求這個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animals, animals 那歌曲內容 我們的年輕人就在聽這種歌 訴求他本人的那種需求 就是這種歌曲 他們朗朗上口 這個又滿有趣的 你們有看過My Fair Lady 窈條淑女那部電影裡面有個對話 我跟你講 我先念這個 裡面有Dr. Higgins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Pickling 他是一個教授 他們是語言學家 你知道澳大利赫本演那個女生 她是一個茶花女 賣花的 社會階層很低下 然後兩個語言學教授就 就以她打賭 其中有一個Dr. Higgins就說 你如果來我這邊接受我語言的教育 我可以讓你從 就散起來那種窮的賣花女 生成高級花店的女主人 你可以跟上流社會交往 因為你講話的內容跟語用的語言 讓你變成高級社會的人 他們就打這個賭 結果她就澳大利赫本演的這個角色 就進去這個 算是教授家 就接受她語言教育 結果她爸爸知道了 就來跟她要錢 你對我女兒有興趣 來 要來賭錢 她爸爸也是流浪漢 每天醉過 另外酒醉 她女兒想 社會階層想往上爬 可是她爸爸要利用這個 要來偷錢 結果 這個教授家就說 You mean to say that you sell your daughter for 50 pounds 她要50鎊的英鎊的錢 然後另外那個 從印度來的那個教授 也是語言學教授說 你這個人一點道德都沒有嗎 你看她就說 Have you no morals, man? 她的回答就好 她叫Doolittle Doolittle這個先生就講得很有趣 她說No, I can't afford them Governor, neither could you If you were as poor as me 來 那個手機怎麼有簡訊 她說 我沒辦法負擔這種東西 如果你跟我一樣窮的時候 沒辦法講究這種 所謂的道德這種東西 我跟你說 我最近也有機會碰到一個 可以當院長 即將要當院長 那種在大醫院裡面 當到那個主任以上 其實我一年多前 一年多前都該講了 最近我又碰到她說 名稱我的法理我不是跟你講了嗎 一年多怎麼都沒有反應 她說徐老師 我只是個醫生而已 我就是這樣子上班賺錢 就是養家活口 不要給我這麼大壓力 你懂我意思嗎 她說I cannot afford them 我雖然貴為在你們裡面 認為說是高級知識分子 結果碰到法理這種事情 她的反應是這樣的 我沒看到負擔起這個 我就是過我的生活 不要來打擾我 她就是無頭人 她不想再有追求 她就過好她的本話就好了 你不要跟她說太多 台灣人不是這樣的人出來的 在他們的系統裡面 這種人是Top 他很會唸書 什麼事情都做到No.1 可是遇到這種要抉擇 是非對錯的時候 他退縮了 不敢站出來 在這道德需要有勇氣 需要站出來 為了台灣人的前途 站出來的時候他退縮了 無關於是台灣人 找得更好也不更差 所以在他們世界裡面是精英 在我們這邊不是 來這邊接受法理訓練 願意肯又來上課的 才是台灣人的精英 因為我們知道什麼是對錯 但是在篩選體系裡面 你們都怎麼樣 都不是那所謂的Top Person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調查 我說在座 你們是唸台大北英女建宗的 請客手 沒有幾個人舉手 我說你們才是你們建宗的精英 你知道嗎 好 繼續講這個 來 這是自然界的 這是自然回收人 他們可以很有效率 很有組織的 先不講這個好了 我現在是因為你們的反應 來講我的東西 來 你們在座各位 誰認為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你一生追求目標的 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不是的舉手 我跟你講來這邊很有趣 我們經常舉手 就是產生互動 互動的時候也不要 feel embarrassed 我跟你講錯了 自由 幸福 快樂是副產品 不可以當作主要目標來追求 它叫副產品 什麼叫副產品 你的醫生 你看嗎 不敢 我就是以追求金錢為目的 你看醫生你不敢看 但是一個醫生說 我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救病人 這是我的目的的時候 因為這樣就很多病人 對不對 因為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很多錢 合理吧 當他目標設定對的時候 這些是伴隨而來的副產品 他的好處還是跟著這個來的 那我就要請問這醫生 你是為了什麼目的來當醫生 如果你不賺錢 你還當醫生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那當醫生跟當什麼都一樣 這是他手段 他目的是賺錢 你做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所以台灣人 我再講一個 一個女生 他說我看到這個男生 好像可以給我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結婚不到一個月 再炒爆一個花郎 離婚再換一個 這個又不行再換一個 這樣對不對 不對 照理說我愛這個人 我願意跟他兩個人 便手足足 建立一個家庭 對不對 一起共渡患難 克服很多不同的事情 生了一個孩子 父母親 爸爸做 爸爸該做 媽媽做 跟媽媽該做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到家 爸爸媽媽一起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全家人一起吃 享受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所以自由幸福快樂 是一種感覺 你不可以追求感覺的 你有追感覺 我跟你講 什麼最快 課要最快的 就課個藥 10分鐘 20分鐘 接下去3個小時 都讓你自由幸福快樂 過去台灣人 就不問 你是什麼手段 可以得到那個目的 什麼都做得出來 收水有的可以賣 你不管手段的 你只要那個結果 那個result 那個feeling 那個感覺到了 他就要做 是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自由幸福快樂 應該是你的副產品 通常講這種話 永遠也追求不到 真正的自由幸福快樂 比如說隨便講 自由是什麼 你有花錢的自由嗎 一個月給你賺一千萬 夠不夠 一億夠不夠 頂心鑽的一個月鑽的比 超過一億 幾個月 他就要追求那個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有沒有 好啦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概念的原因先 台灣人說 我們現在的生活 這樣不是好色好色 有飯堂在家 有廚房大 有工作可以做 這樣就好啦 你講那個法理幹什麼 對不對 You don't care 只要有人滿足他的需求 他什麼都可以 今天國民黨給你統治 用謊言給你統治 你也接受 你不管是非對錯的 對不對 現在一大堆 台灣人在外面 跟現在的疑心一樣 我跟你講 台灣本來的法理是什麼 台灣真的 現在要騙 騙到六七十三代了 他覺得 現在我當醫生就好好的 你給我扁沒什麼 所以他只要結果 他就追求這個 不管是非的 什麼事情都傾 對不對 他不管誰統治都一樣 這種我講的資源回收人 我剛才講那個香港 九七之前 香港有一票人跑掉 對不對 把中國回收之後他會跑掉 所以他就移民 趕快移民到加拿大 英屬的什麼 對不對 紐西蘭 澳洲 比較厲害就回到英國 可是我跟你講 不行的就留在香港 這些人到哪裡去都一樣 他還是資源回收人 因為當他移民條件改變的時候 他又跑掉了 當初因為這個移民到美國 這群資源回收人 當美國的稅 開始往上升的時候 這些人又跑掉了 美國是一個很大的資源回收國 所以他一直要維持美國 很好的生活條件 來吸引這群人替他工作 這群人對英國加拿大 也是講 你是好好替我 增加我的GDP 增加我的製造生產 你叫你們這群人 你們這些人也沒有效忠的對象 你真的有效忠對象 是會跟土地結合的 跟這個土地 金 生的家 資源回收人 典型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到處買房子 上海也有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哪裡 四處飛來飛去 因為哪裡都不是他的家 哪裡都可以 他的條件不是設定在你們 你我在設定的條件上面 日本你叫他說 我跟日本高興你搬掉好不好 他不要 我跟日本 我住在家 我世世代在做 我為什麼要離開 除非你要很高興 短時間給他一個 合約 工作契約 他遲早要回去 對不對 他不會離開他的土地 還去台灣人住在家 那現在變成這樣 跟著流亡奈民一樣的文化 四處為家 來 再來 今天不要講 來 這張圖誰看得懂 看得懂 應該沒有吧 你不是選藝術背景的嗎 Block Block 好 好 時間是911年 來 問你們一個 現在我的talk 是對你們的majority 大家知道 先放一邊 我不對他解釋 來 這個看得懂嗎 這是Picasso畫的 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抽樣一下 看得懂舉手 看不懂舉手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再驚手 好 請放下 你們 我只問看不懂的 你們要好好回答我的問題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 不是 你看得懂 不是飛機大炮 請問他是畫男生嗎 你又知道女生 你看得懂嗎 來 畫幾個人 你不要跟我講你看不懂 你們都看得懂 你們都看得懂 你不要跟我講你看不懂 你明明看得懂 你怎麼說看不懂 那是每個暗的 什麼叫暗的 那是藝術史學家 我也看不懂 來 我問你 你這個你看得懂嗎 你看得懂了嗎 來 問你 你剛才講的嗎 你看得懂嗎 你們認為看得懂是這個 對不對 你剛才又來講這個 我說你看得懂 看不懂 你如果這面看不懂 我告訴你 我外面所有東西你都看不懂 字也不曉得太安逸了 我跟你講字的深度很深 為什麼那個字這樣寫 那也有深度 那些什麼都看不懂 你怎麼大哉問高階的題材 你叫做哲學問題 不叫做正常的回答 看得懂 看不懂 看得懂 錯了 我跟你講 你們都看得懂對不對 沒有看不懂的 對不對 你們看不懂 問你他在幹嘛 你是上過我的課是不是 還是上面寫什麼 你是看得懂英文字 是不是 對 他在上大號 沒有錯 對啊 你們都看不懂 所以你們以為看得懂 其實看不懂 以為看不懂其實看得懂 來 回到上面這個 皮卡索是1907年畫的 你們阿公阿嬤阿祖那段畫 你現在看不見 怎麼回事 發生什麼事情 來 我給你簡單的解釋 這樣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是不是 這樣也是麥克風 這樣也是麥克風 都一樣 我可以只有這樣看嗎 你這樣看也可以 這樣看也可以 都是我 這個叫做立體畫拍 立體畫拍就是時間固定 時間固定 在不同觀點 同時看一個東西 就是教育官 把它放在一起 湊成人的樣子 就變成這樣 叫立體畫拍 你知道嗎 看我 我給你一個解碼器 這個是比較誇張 它的觀點超級多 就變成這樣 比較少會不會這樣 這樣看有 這個叫做一點觀察法 這個就是這樣 這是單點的 這是立體畫拍 這個是不是抽象畫 請問你們 它是不是抽象畫 看定義 它們叫抽象 你被中文字套牢 它不叫obstract 這叫抽象畫 have no any reference to the real world 對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參考 這叫抽象畫 這個叫Richard Dippincorn 我也不曉得他畫什麼 對不對 這個特別在含義 沒有看嘛 沒有跟你講在畫任何 我跟你講 不管你怎麼樣 你任何一本畫 它都有 consistency 就是你如果是一點透視法的觀點 你就是一點從頭畫到尾都這樣子 你如果是立體畫拍 就從頭到尾都立體畫拍 你如果很多點的觀察法 就從頭到尾都一樣 你不能再跳來跳去 就是說你的觀點不一致會產生什麼 像這樣子 一下又立體 一下又寫實 一下是複雜的立體畫拍 這樣又會去 所以我現在要介紹一個字給你們 The law 法則 法則有一個概念 The law i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to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大自然有法則你知道嗎 比如說 我有引力 就是放諸這個系統 大自然 宇宙裡面每個地方都一樣 它不會有例外 有例外就不 consistent 就目前我們認知 你不要講太玄 太玄我沒有知道跟你討論 一個宇宙中有一些principle 是放諸這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一樣 原則 這叫做法則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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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致性就不是法則 沒有一致性就不是標準 比如說 它是指一個系統 形式中不遇合的矛盾 其實我們在法庭中方 在法院裡面辯論 你只要證明對方所敘述的 陳述跟他的證據不一致 你就會這樣 什麼叫不一致 我跟妳講 我今天穿西裝大臉胎 對不對 我右腳穿皮鞋 我左腳如果穿高跟鞋怎麼樣 你頭髮掉了 對不對 就是我這個系統 有不一致的地方跑出來的 這叫in consistency OK 那我們就是靠這 consistency 打贏這場官司的你知道嗎 你去顧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你講 這就是一致性 美國的法律要有一致性 你就告美國說 你不是在你們憲法裡面講 所有的treaty等同於位階 跟憲法一樣嗎 你遵守憲法跟遵守treaty是一樣的 為什麼你對台灣人做這件事 舊金山合約明明擺在那邊 你為什麼不遵守他 把他放在一邊 用另外條約來取代 對不對 你不一致嘛 你講的跟你做的不一致嘛 你一方面你憲法這樣講 跟你不這樣 你為什麼叫我們台灣人去做兵 你為什麼叫我去買武器 你為什麼改變我的國籍 就違反戰爭法 戰爭法也referred在你們的憲法裡面 也是你們要尊重萬國公法 尊重戰爭法 你美國怎麼不這樣做 你只要在法院上指出他的不一致 他就輸了 我們就是這樣贏的你知道嗎 我們過去就這樣贏的 所以才會今天成立台灣民政府 因為他被指出這個問題之後 美國說好 對 法院判了一個結果說 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底下 所以你其他的單位 要因此要配合這個 行政部門你的其他部門 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一步一步 就幫我們設立台灣民政府 一直走到今天 2006年一直到今天為止 因為2006年要給他鼓 林志森博士給他鼓 跟我們協同其他的同心 一起告他的結果 才有今天走到這一步 你知道嗎 就叫做Consistency 就是在法律上有一致性 還有一個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是什麼 表理一致 什麼叫表理一致 我這樣講得很久 就是他所宣稱 跟他實際上做是一樣 你可能聽Integrity有點困難 我問你他的相反詞是什麼 Integrity的相反詞叫 Dishonest 不誠實 另外一個字叫Hypocrite 偽善者 我舉個例子 村子裡面有很多 要做大佬 要做長老的 經常要去敲事情對不對 因為做大佬 你就要去敲事情 敲事情的時候 它標準要一致 你不可以在這邊 這家伙子做這種事情 標準不一樣 人家會跟你吐槽 吐槽說你憑什麼當老大 你下來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做事情 你的標準要一致 要有這個什麼 Integrity 沒有的話 像美國你就當老大 你美國你要在整個世界裡面 當老大 你既然宣稱的東西 你就要照樣去執行 你要有表理一致 你說的是一套 你做的要一套 好在美國有這個Integrity 同時都要有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裡面 每個權互相有Consistency 有一致性 才有今天這個結果 你知道嗎 台灣人過去 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沒有這一塊 親在想 親在黑白皮 又被支那人這樣 教到今天 這樣子灰了 邏輯 一致性都沒有 其實很容易 其實你在它的系統裡面 去證明就可以了 今天先 我不想講太多 我現在再跳一下 觀點改變 看到世界就變 觀點不變 舊觀點根本看不懂 新世界 Are you ready? Paradigm shift Paradigm就是一個系統 轉換 Paradigm shift 這個簡單的圖給你們看一下 過去的M174 我待會會跟你們講 什麼叫M174 過去台灣在這個土地上 生存了四萬年 部落形式 後來到 有產生大肚王國 大肚王國就是我們 部落越多越大 靠近在台中北部那地方 有一個大肚王國 在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殖民地 那是什麼? 15世紀開始 因為人類的航海 寄出路後 西方國家帶著船 跑來亞洲 去找新的territory 去佔領 那這是什麼?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 Predator 掠奪者 什麼是掠奪者? 我要講一個比較簡單的字 掠奪者我們以為我們都知道 我講的比較粗一點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興趣求 然後不想結婚 男生女生有興趣求 予取予求 但是不想跟他結婚 不想負責任的意思 這叫掠奪者 殖民者對殖民地也這種 我盡量掠奪你的資源 過去台灣有一次 我們的高殺族 跟殺了美國的軍艦上的所有的人 結果他們就跑去大清帝國抗議 大清國的態度說 他們是化外之民 不歸我們管 你要找他算小 你自己找他算小 所以才有牡丹色的事件 才有這些事件產生 他跟你化清戒血 實際上也不是你管 你有剛才看到大清帝國的地圖 你有沒有看到 左半邊右半邊不是他的 他不干我的事 不歸我管 真的遇到事情也推得一干二進 他把你當殖民地 所以這些殖民地 這些掠奪者進來以後 有筆大小的 最後什麼 大日本帝國拿去 拿去一開始殖民地沒有錯 可是他最後做一個動作 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就是結婚的動作 你知道嗎 前面的50年跟你建設 就好像男生就有女生給你送花 買禮物 把你打扮得漂白亮亮 最後帶一門取進來 從此以後我們就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為什麼 從此以後台灣人民 日本天皇保護你們 換取你對他的效忠 產生了這個關係 就是permanent change 就是已經結婚了 從此以後你屬於某一個 對不對 就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 這不會改變的 可是台灣人會問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是中國人給我管 這怎麼回事 我跟你講 那是因為我們戰敗了 我們敗給美國 所以美國又把過去糟蹋我們那個掠奪者 又帶回來 再糟蹋你一次 就是台灣人所經歷到的事情 我們大清帝國統治兩百多年 我們姓氏語言宗教都被改變 可是我們現在正式的已經被人家取入門 你的性質 本土地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從人家的殖民地變成人家的領土 你知道嗎 現在法理出來這個證明出來 過去這個抓起來的 有點像八爪章魚一樣 透過語言姓氏宗教 各方面把你抓住 現在法理出來 一根一根腳把它剁斷了 就要回去 可是黑姓氏 裡面還有一群台灣人拿去 不要給他走 那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余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余虐 我們觀點需要改變 過去在這個系統得到好處 不願意改變他的觀點 以前 大清帝國起來的時候 大明王朝結束 就有所謂反清復明 就叫余虐 日本獲得這個土地 建設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反抗日本人 就叫余虐 可是對中國人叫英雄 但是對大日本帝國叫余虐 你知道嗎 我現在先不講太多 因為初級班 在系統內部 對象是被統治的人民 以特定史官掌控 意識解釋權 維繫其統治資格 以史官建構法律規範 綠王中華民國系統 企圖在不是他的領土上 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他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怎麼證明 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 國旗國號都不管用 你要證明一個系統 你必須要離開這個系統 你們小時候有坐過一關竹子做的娃娃車沒有 沒有 你們可能比較年輕 我以前坐在那個娃娃車裡面 很希望這個車子可以動 所以會死命在裡面搖 可是那車子永遠不會動對不對 除非什麼 沒有輪子 有輪子 有輪子也不會動 你要有外力 你在裡面內力是不會產生移動 要不然就弟弟姊姊推你 要不然你自己下來推那個車子 車子才會動 你要離開這個系統 你在系統裡面 這個系統不會動 你不會改變這個系統 我跟你講我過去 1980年出國了 去留學 我們出國之前 都要送到建坛去受訓 受什麼訓 怕你出去之後 沒回來 他不回來就算 你回來鬧他也很討厭 所以他給你行說話 住下 怕你出去被改變你的想法 可是我跟你講 每個出去都改變了 為什麼已經脫離系統 因為我們看到資料 跟台灣都不一樣 所以怎麼證明這個系統有問題 出去的 願意回來都是透過有關係 要不然家裡在這邊當官的 來這邊可以拿到好處的 大部分人出去都不願意回來 就這樣 很容易就證明他這個系統有問題 你的國旗國號一出去都不行 最近不是要升旗嗎 人家馬上給你打牆 陷水杯 升怎麼旗 這不你的地方 我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誰准你升旗 誰准你升旗 這是我們自己的土地 這是我們的雙向人是我們的 有沒有 美國說這不是你的 這不是私人土地 你不可以在這邊升旗 馬上給你打槍 我跟你講 戲會繼續演下去 會越來越精彩 不想講太多 那是高級班講 所以他透過其中有一個叫做歷史 我今天講台灣史節 任何寫 這樣說 你們在座各位有沒有誰寫歷史 沒有 你頂多寫個人日記 頂多寫學校史 你等於寫公司的嚴格史 你們在座各位沒有人偉大到寫國家的歷史 對不對 可是每一個歷史一寫出來他就有觀點 他不可以跳來跳去 不能一下第三人一下第一人生一下男生一下女生 但是我問你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北美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也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掌權者 掌權者 不一定 就是比較壞的就是 我跟你講 觀點不一樣會產生衝突 你結婚的當天晚上就可以吵架 你知道嗎 那男生坐在餐桌前面說 老婆你菜煮好了趕快來吃 太太繼續在那邊炒菜 反正是 你就先吃我繼續炒 那個先生說 沒有啦 我們家都是大家到齊一起開動的 他也說沒有啦 我們家做行李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luxury 沒有那種奢侈 可以大家一起坐下來吃 你就先吃吧 這樣就可以吵架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把他從小到大的觀點 帶到婚姻裡面 你結婚之後就要compromise 開始協調出一個共同觀點 如果不願意協調最後什麼 離婚對不對 頂多是離婚 可是我跟你講 國家跟國家觀點不同 從朝最後不是離婚 是戰爭 戰爭是為西人 對不對 所以觀點很重要 跟我一起念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主要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過期你的觀點都是怎麼樣 過敏通把你灌輸的 所以你是用知那觀點來看事情 過期的教育都是這樣 什麼時候有過新的觀點 除非來到這邊之後 我們帶出一個新的觀點 正常的觀點給你看 過去那是扭曲 它是為了統治方便 所製造出來假的歷史 給你改 來 請再說一下 過去有一個教育故事講說 台灣人死十幾萬人 算什麼 有沒有 有一個教授 我不想講他的名字 這樣對嗎 當然不對 死的是台灣人 死的是令人 可是我們的小孩子 接受他的觀點 我們家孩子228的時候放假 我說明天228 大家留在家裡面 我放點錄影帶大家看一看 爸 你在開玩笑 明天放假 我都安排好 去卡拉OK 去跟同學出去玩 衝開他那麼沉悶 這麼可憐幹什麼 我說天啊 我的孩子怎麼樣 228是台灣人的受難日 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 他就顛覆你對228的觀點 他觀點把你改了 不光是假日 在中國 殺一個人不算什麼 他寧可挫殺一萬 不要放走一個 台灣人過去不是這樣 我們特別被大日本帝國交過 以後變成怎麼樣 我跟你講大日本帝國 以前在關台灣 喬過三個禮拜就要放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道理的 你們通常都只會看表面 不知道他的本質是什麼 我跟你講 在台灣管的總督 只是一個管家 管家沒辦法 對主人的財產做什麼處置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們是屬於天皇的臣民 是他的財產 管家只負責管 他不可以做超過的事情 你知道嗎 是因為這個理由 所以他對台灣人做的事情 到一個限度結束 這樣 至於是前面說 我沒有帶台灣人 我跟你講 這叫征服的動作 過期有記者是說 日本人也帶台灣人 我說這是叛徒 在那邊起義的 因為你要反抗統治 他對反抗者 背叛者就做這件事 這是正常的 你的主體性已經改變了 現在看你要不要接受他的統治 你不要當初有兩年時間讓你離開 你不要離開 留在這土地上就是接受統治 你不接受統治 你不接受統治就是 像中國現在對香港也是一樣的動作 你是中國的土地 你憑什麼自己要化獨立 你香港人怎麼樣自己自立 自己 你是屬於人家的 香港人對那個土地並沒有擁有權 這個觀點不建立起來 香港永遠在這種痛苦底下 你們人民不改變思想 要不然就離開 你不要住在這裡 可以啊 他們雙腳長在你手 腳上 身體上面 你可以離開這個國家 你要住在這邊 你就接受這個系統的統治 就這樣子 來 今天上個課 基本上是幫助台灣人 從滋納系統裡面走出來 來 這邊有四個圖 請問哪一個 如果要看透視比較容易 哪一張 舉手 這裡面有四張圖 哪一個看透視 透視就是景深 你知道建築有透視圖 認為這一張的舉手 看透視 認為這一張的舉手 認為這一張的舉手 有人舉手 認為這一張舉手 OK 謝謝 這一張才對 靠近你地的大 離你遠的要小 過去我跟你講 史觀就這樣被confused 特定的史觀變大 特定的史觀變小 比如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 幾乎不見 點到為止或扭曲 但是 中國在台灣的歷史 你每次聽就說台灣史 有沒有 台灣史 建築就說中國統治台灣史 李登輝不是講台灣西霸尼 誰跟你講四百年 台灣歷史四萬年 百分之一你講出來 台灣史 就是扭曲 他特定的史觀跟你講 每次都政成功 做了什麼事 哪裡做什麼事情 日本時代都不講 所以相較於從量來講 他就不公平 他就要扭曲一個事實 來 我不要講那麼多 來 簡單的 在法院裡面講求證據 即使是證據也要分類 不是所有證據都一樣重要 法院第一個 首先不對的證據 假的證據先消除掉 這叫X 至於對的證據 你要分A B C D 四種 越上面的話 越接近客觀 越下面越接近主觀 或甚至於是假說而已 接近主客觀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基本邏輯非理 進化論 再來物理性質 化學性質 生物性質 什麼叫做基本邏輯 進化論是論還是真理 它是個論 怎麼證明它不對 很簡單 進化論挖到的礦石 化石都是點點點 歷史中的某一個特定點 然後很多化石 另外一個點很多化石 可是他們科學家把它拉成一條線 不合理 中間的產物都不見了 不可能有長到一半的 畫不到那種化石 脖子說變長變短 沒有中間的化石 那你就可以證明 進化論是有問題 它只是人把它拉成一條線 這是基本的邏輯 下一個物理性質 家裡後院畫到一個女絲 我說她是四萬年前 住在這土地上的 這是國寶 靜在公共 現在有個碳式式半塞線 你去照 只要有含碳的東西 你去測就可以有知道時間 推測時間 在四萬年裡面非常準確 五萬年非常有準 再來化學性質 我家後院又挖到一把刀 我說是多少年前挖到刀 很簡單 拿去化驗 氧化程度 從做成刀子之後 氧化程度到今天怎麼樣 就可以知道了 你有時間 三個生物性質的DNA 這也是最近比較流行的 而且比如說 你哪是你生的 很簡單 不用在那邊拆 頭髮、血液、抽樣 做了檢測就知道 對不對 現在更快 DNA你只要用Q-tip 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裡面 不到兩天 所有的基因排序 幾億對都跑出來 全部出來 再來歷史文獻 歷史文獻 歷史文獻有一個叫做 Historical document Archive 不一樣意思 我不講太多 文字 Historical document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喜歡文件 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結婚 容不容易 到最後願意 大家在同一張紙上簽下 簽下名字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吵吵鬧鬧到最後 那我問你 46個國家同意一件事情 飛到一起 然後簽下一個Document 更不容易對不對 對不對 簽著到46個國家的 就是救濟戰合約 它的說服力 現在知道 歷史文件的可信度 說服力 按照它的簽約國增壓 它的可信度不一樣 日本最近就發生這個困難 他們認為宣言很重要 它把簽約當作合約比合約還高的東西 我之後再跟你們講更多 然後這是DNA 你幾次 根據DNA找出 你知道國家地理雜誌嗎 知道的人舉手嗎 都知道 國家地理雜誌 謝謝 他們滿有錢的 他們最近做一個project 叫做 Human Migration Tracing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DNA 一下就查出來 所以他用這個 你知道人在傳遞後代的時候 他們會做染色體複製 染色體 就是你爸爸媽媽染色體 複製到下一代 但是這複製的過程會產生突變 如果有任何變異細胞的話 就好像一個符號一樣 carry在所有 從你身上伸出去的後代裡面 都有同樣的記號 所以他用這個東西來倒追人類的歷史 最後他全球抽了70萬個樣本工件 70萬在做實驗裡面很大的 他可以cover涵蓋所有的人類 所以他把這個圖 叫做Human Migration 人類遷徙圖 你們自己上網去查 他就Dr. Spencer Dr. Spencer他做這個project 現在還繼續進行動作 你交1000塊美金 寄到國家第一雜誌 寄給Kids給你 那你把你的寫 口腔刮了就寄回去就好了 不用寫 口腔刮一下寄回去 他就幫你說你是幾%的什麼人 最後他們就做出這個圖出來 很有趣 他們最後的結論是 所有的人類今天活在世界上 6萬年前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上次有一個通信說 徐老師我北京什麼人 50萬年前 我說抱歉 他DNA現在在哪裡 老早就不見了 所以現今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只有來自同一個 非洲 6萬年前 人類 對不對 這樣知道嗎 所有活在世界上 人類只有一個源頭 對不對 你說的非洲有點遠 我知道啦 祖先從那邊來 然後我呢 我從哪來 從這邊看 這邊有一個數字叫M174 你看從非洲出來 往北走 走到南葉門 走到印度南部 走到馬來半島 走到台灣 然後再到日本 再到朝鮮北部 然後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這一塊走到中原地區 好多種人 有從歐洲來的 中亞來的 蒙古下來的 印度上來的 經過越南這邊上來的 十幾種人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是雜種 四萬年前到台灣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主權對不對 對啊 科學證據啊 中國人氣得要死 怎麼韓國人是我們主權 對啊 是啊 科學證據 可是問題是韓國人哪裡去的 日本去的 那日本哪裡去的 台灣氣了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把我們拜 他們應該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去拜他 你弄錯了 台灣人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你知道嗎 你拜什麼祖 拜你四萬來 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你去拜那兩百多年 把那統治的人 台灣人拜祖了你知道嗎 你每拜祖你就拜祖一次 你要搞清楚 是他們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跟他拜的 從DNA出來嘛 過去我們都被歷史 在那邊虛假歷史就給你蓋 要為他統治你 這個叫做A級證據 科學證據 這沒辦法騙人嘛 你就血抽出來就好了嘛 那為什麼台灣男的血相對純 因為在這個土地上 沒有跟外界接觸啊 四萬年啊 我們沒有船跑出去耶 我們的人種在這邊四萬年 叫M174的後代耶 反而是他們在那邊藍嗎 什麼人都在上面啊 到今天為止都是啊 漢滿門威張描述他們的啊 那個中國人 中國人沒有這種東西的啦 也沒有漢人 有的話你把他的DNA定義 拿出來給我們看嘛 那我們就查說 這邊有沒有女漢人的DNA嘛 這叫做科學證據耶 所以民政府在這邊講的 是在訴求一個假的東西 科學證據嘛 歷史文件嘛 邏輯推理嘛 就這幾樣事情啊 我們不講什麼東西啊 我們不情緒 沒有在情緒上 我們就是邏輯推理而已啊 這是科學證據嘛 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 四萬年在這土地上生團 直到最近十五世紀才開始 外面人來探索你 我們人是他們的祖先耶 留在我們身上的血 所以Dr. Spence講一句話很有意思喔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DNA裡面 在我們的血裡面啦 不知道要騙的啦 那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時間點啦 這是六萬年 這圖也不是我畫的 五萬年 四萬年到台灣這個地方 要記到那邊 兩萬三萬年 請在這邊開始 不同人種在裡面 再來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尊著你 你就叫拜五尊好了 你為什麼覺得好笑 為什麼好笑 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好笑 照理說是應該這個 白人叫黑人 而不是黑人取白人名字 你是外來者啊 你叫我拜五尊著你 我叫拜五尊著你 為什麼是白人叫黑人 還不是黑人 你叫叫白人 你是外來者啊 對不對 我的黑人在這邊住 已經搞不好幾萬年了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嗎 當然不是啊 美國人 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嘛 印第安人是白人比較好 他本來在北美洲那邊自己自主 他不需要替自己取名字 他只有部落之間為了要打仗 identify each other 才給對方取名字 名字跟問誰這樣走出來 所以我現在問你們一句話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那叫台灣 不是呢 叫什麼 Fomosa 不是非洲 台灣這個土地的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我告訴你 本地沒有名字 這個是沒有名字的島 你在這個土地上 你以為世界就這麼大 你哪裡來的名字 你要離開 我跟你講 在系統裡面沒辦法證明 你要離開外面的人給你護名 所以十五世紀的時候 葡萄牙人進來 Oh Air Formosa 才開始叫弗爾摩沙的 但護名是以前在開始 外界進來 之前我們沒有航海技術 沒辦法出去的 我們就要在島上滴滴生肚 那時候的人也沒有航海技術 跑來台灣 沒有啊 沒有的話就沒有名字 就自己在那邊活 只要有一天外面有船的能力進來 在Invaded 你再開始給你取名 在Identify you 把你認出來 給你給你一個名字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人叫什麼名字 本地沒有名字 現在隨著你搶 有沒有毛利人來台東巡 跟發電傳教寶 毛利人喔 來台灣 他女學生都佩戴玉琦 來這裡看我們的美術館 看到 這怎麼跟我阿嬤傳給我的一樣 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從我們這邊出去 很多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 認為他們庫哥群島 波西尼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於科學家 發現毛利人 跟台灣的原住民DNA很接近的 不用很接近 我們的大架構已經給你了 對不對 人類切心以圖 因為人們就對我們這裡出去了 這樣很清楚 所以大部分 DNA這個東西出來很嚴重 所有的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 以前的文件都可以丟掉了 因為以前他們就說hypothetis 就是做假說 然後找考古的證據 為了證明假說 然後再成立 對不對 現在更偉大 就是科學 DNA的東西出來了 就把人類歷史這個架構給畫出來 不fit into this puzzle 都要剃掉了 我跟你說 過去台灣的 你看 這個國家跌跌雜在1920年 Fomosa的Beautiful 過去在紐約 被B級轟炸台灣的時候 紐約上面的報紙 頭條他們有照片 從飛機上面派下來的 有沒有 Tons of explosive form Fomosa 剛剛有說台灣 沒有耶 來跟你講一個更有趣的 三分四十個條約上面 Japan renouncing all right titled and claimed Fomosa and Pesacador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跟你講一件事好不好 這個蠻嚴重的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你們家買了一個房子 會不會隨便上面寫 那個 擁有者 ownership 上面會不會隨便寫 一個阿草買的房子 會不會 你會不會用小名 因為這是阿草買的房子 不會嘛 開玩笑 這有關於房地產地氣的事情 你要請在下一個名字 所以你會寫名字 一定會寫你的本名真名 人家會把你認出來的名字 不會亂寫名字對不對 這是不是台灣的名字 在San Francisco條約 條約裡面寫的名字 絕對不會亂寫 不會寫台灣 它寫什麼 Formosa and Pesacadores 舊金山合約最重要的根據是什麼 英文版 這就是台灣正式的名稱 在法律上 對不對 舊金山合約 對啊 那叫台灣 人家就可以玩你這個 光是在文字上就可以玩台灣 你們是台灣人 台灣關係法 Formosa人到哪裡去了 Formosa到哪裡去了 Pesacadores到哪裡去了 這是條約 究竟它合約上面寫的是用這個名字 這是你正式的名稱 不要再開這個玩笑好不好 過去 我不曉得要不要再值班講 比國王就在玩這個東西 中國人也在玩這個東西 他說Formosa上面有兩種人 叫做Formosa Japanese 跟Formosa Taiwanese 不是Formosa Chinese 錯了 Formosa上面沒有Chinese Formosa只有一種人 我們叫Japan Formosa 我們是Formosa Formosa沒有分為 Formosa Japanese 跟Formosa Chinese 它因為這樣跟你劃分 你要在所謂的 中國人做台灣人 比中國人去 你拿的身分 日本人就不去 來 我再講一個更複雜的 我先問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存在世界上 你們當時知道自己存在世界上 你們當時知道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 叫Sense of Existence 你的存在是什麼建構的 小時候你剛出生的時候 第一個讓你建構的是媽媽 你肚子餓 腰 媽媽給你起冷 你有因為跟媽媽的互動 就產生 我存在 我很重要 對不對 我腰 我好媽媽給我笑 給我冷 對不對 慢慢長大以後 我的兄弟也會跟我玩 就慢慢你的reference point 你的參考點越來越多 最後 這樣的小孩子 從小被呵護長大怎麼樣 存在感強的人 自信心就強 對不對 自信心強的人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人以後 就變成很有用的人 就貢獻社會 對吧 你們有沒有這個trouble Follow我這個邏輯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一開始出了問題的話 怎麼樣 小孩子一哭 一個耳光就散過來 把你貼嘴巴 有這種事情 你怎麼跟他吹的時候 要怎麼樣 叫他冷嘴對吧 所以我過去到育肉院裡面 帶那個小朋友吃穿玩 對不對 辦遊戲 大家吃 總是有一兩個小孩子 躲在肚子裡邊不要出來 他想說奇怪 你給他贏 小朋友出來出來 不要 嘴巴繼續吃 吃糖果繼續吃 但他就不要出來 他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後來我問老師 老師跟我講 他們都是受虐兒 小時候就被靈體大了 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都是這種 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我台灣人 要說 台灣人的 發脾 對不對 當你在建構 我台灣人的主體性 我的自我認同的時候 被否定了 沒時間 還給你灌另一個名 給你 這就是過期台灣人 所經歷的事情 所以他都受虐兒的臉手 當我們很單純講說 我是台灣人 是哪裡不對 我跟你說 你們新的一代 可能沒有這種感覺 在我那個年代 連說台灣這兩次都不行 所以後來才有那條歌 說 台灣人敢有那些 壞聽啊 你不能黏出嘴 過去才有這種歌 再走出來 你們現在新年代 不曉得以前經歷過什麼事情 我現在說新的一代 我有資格講 你不要看我這樣子 我37歲結婚我的孩子念大學 你說我幾歲 對不對 我經歷過很多那種事 1987年就出國念碩斯 那是幾歲 年紀很大 我跟你講 過去他不僅 讓你講不出自己的名字 他還要灌一個名字給你 說你是中國人 那還比較害 那像什麼 我舉個例子 我再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以前的聖經上 有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格拉森這個地方 是一個天然的石灰岩洞 你知道 有坑嗎 一塊一塊 人死 寶寶帶在裡面 很自然可以當 久而久之變成什麼 墳場 很多死人帶在那裡 你知道死人坐什麼就坐 魔神坐 貴子坐 貴子坐 貴子坐就可以 產生鬼附身的事情 貴子附身的事情 所以那個村子裡面 有一個人被鬼附身 整天不穿衣服 不吃飯 人家吼吼叫叫 村民覺得很麻煩 整棄用鐵 拔拔拔起來 好 現在綁起來 沒有多久他就弄斷了 又衝回那個墳場裡面 每天都在叫來叫去 耶穌來了 他就衝到耶穌面前 他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 還沒教你 現在就來是怎樣 現在就叫我要下地獄 是不是 耶穌沒有跟他多講話 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 你知道那個人回答什麼 我叫群 一群在群 為什麼 他連他自己的名字講不出來 鬼替他回答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所以鬼就說我們叫群 就是說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離開 鬼就一群衝到一群豬裡面 兩千頭豬 被鬼附身以後就衝到海裡面 全部淹死 這個人恢復理性 衣服就穿回來 旁邊就給他一件衣服 就恢復理智了 結果台灣人 過去人問你叫什麼名字 你說不出自己的名字 還說我是中國人 對不對 鬼替你回答 鬼替你回答你的名字 你自己的名字講不出來 現在是法律出來 耶穌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法律 一出來的時候鬼就要走了 是不是 鬼替人你就恢復理性 你就知道自己是誰 但是現在還有下屍名 不然有鬼替人 下屍名不然有鬼替人 是誰 當機 當機是誰 國民黨裡面本土拜 秦民黨台南這個人 過期下屍名 當機靠什麼賺錢 靠鬼附身賺錢 鬼跑掉他錢賺了 所以下屍名不然有鬼替人 現在法理出來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這些 就要離開 離開想辦法 不要讓他離開到這個人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是鬼政權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到另外一個地方寄宿 這就是鬼 不是鬼是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至今 沒有涵蓋台灣 他居然在這邊 作威作福 要蓋國旗叫你拜他 那不是鬼是什麼 還對你爭兵 你怎麼會在 除了自己以外的地方 實行憲法呢 這怎麼合理呢 是不是 那都沒有不合理的事情 那就是鬼要跟你騙 台灣人一樣去騙 現在法理出來 就證明你這個根本是虛假的 我告訴你 當我們講這個的時候 有很多國民黨什麼特務 都派來這邊上課 我告訴你最好上映來 他們聽了以後他們就怕了 因為真理 這反而是怕送人來 因為接受我們的法理訓練之後 他就清楚了 很有趣是在這裡 我們就實話實說 這就是法理 法理讓你越來越清楚 這就是這個圖 耶穌來了 把鬼趕走了 那裡有弗莫山 迪森的名字 為什麼你回答不出自己的名字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的真正的身世之後 怎麼樣 我問你 你們現在知道你是誰嗎 知不知道 經過上課 你們是誰 點頭的人說 你是誰 台灣人有什麼了不起的 台灣人還要證明你就是台灣人 但是今天你得到保護 不是因為你是台灣人 就好像印第亞人 現在住保留區 你要講清楚 我是大的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你們今天受到戰爭法 保護這些法律的保護 是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不是你是台灣人 你台灣人並沒有接受到保護 台灣人有什麼了不起 每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少數民族 一個一個在消失掉 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接受保護 所以你的ID很重要 就是你證明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要接受戰爭法保護 你的ID就是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是受到日本這個國家的保護 美國你打敗日本 你要按照戰爭法來執行 佔領地人民的所有事物 你不可以叫他去當兵 你不可以叫他買武器 你台灣人你還搞不清楚自己重要的身份 當初我們的北部一帶 就是放棄這個大日本帝國這個身份 去挖中國人 照今天他三代叫他淋滴 你還堅持我只是個台灣人 那時候你就死了 死了很難看 雖然雖然人冷靜 我越講越來越清楚 回到原點從一方 回到哪一個原點 回到戰敗那一點 那時候中國人就是跟你想 不要當戰敗者 你來做中國人 我保證你沒事 結果你做中國人很好 叫你去做兵 叫他去打他的內戰 因為你要做中國人 你要拿中華民國護照跟身份證 你就有中國人 所以林志森博士那時候 你去顧到美國 美國說好 儘管信給你 林志森要去拿 你說你沒有資格 你是誰 我是台灣人 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 你要叫他恢復佔領 沒有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只是證明你是中國人 你沒有證明你是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沒有證明你自己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那個身份 你那個身份不接受之前 你永遠是被佔領地 你永遠在政治戀獄裡 一代一代 到後來你沒去 我告訴你 這個還不夠嚴重 來 我要跟你講一個 一個字叫做種族滅絕 你說你不知道什麼種族滅絕 西班牙國家法院 根據普遍管轄的原則 我沒有多少時間 江澤民國務院總局李鵬 發出逮捕 為什麼 因為他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中國官員強硬回嗆 拿國家受理此事 將是日取其辱 有膽就來 什麼叫種族滅絕 西班牙是一個小國 中國為什麼要接受他嗆聲 為什麼不敢對他怎麼樣 第一個 西班牙是歐盟的一份子 他不敢對他怎麼樣 第二件事情 中國真的有什麼 對人做種族滅絕 對西藏做種族滅絕 為什麼 大量的中國人 走在裡面跟他爛 改變他的宗教改變的語言 所以 打賴人家下屍名 那是從本能上發出來 說 要去讓人去 要去讓人消滅掉了 你的政要沒有去 以後就沒有台灣人了 中國人大量到一南 你就沒有中國人了 沒有台灣人了 你種族都被滅掉都不知道嗎 你頭一台 你二百去讓金 去北山 第二台去送去做兵 第三台受他的教育 以後就沒有台灣人了 這叫種族滅絕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喔 你不知道這叫種族滅絕嗎 現在不用真的明目張然 你把你抬 用這幾種方法就改變了 這東西 猶太人最近 百萬人被殺 百萬人是小孩子 所以他們對這個很敏感 1951年的時候 他們出 有一個 Convention of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就是防止什麼叫做種族屠殺 其中有一條 第五條 就是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去受教育 我們現在就是啊 我們把他們的小孩子 送給支那人去受教育啊 接受他們的思想啊 那不是 你整個思考方式都改啊 你第一代被我講嘛 第一代去用台積吧 金一百三 第二代送去當兵 第三代就接受他的教育 以後沒有台灣人了 你的政要給我們滅掉了 還假笑 說大家族群融合不好嗎 不好 全世界人都有資格講這些 偏偏你沒有這個資格 因為你人被人找嘛 你快被滅掉了 你憑什麼還跟人家大方什麼 我跟你講全世界人都可以嫁可以娶 就是中國人不能 你可以嫁給印度人 非洲人 黑人 白人 都可以親在你嫁 偏偏你就嫁給中國人 為什麼 我們不是種族歧視喔 因為其他國家對這塊土地沒有野心啊 對不對 好像資料人對你有野心嗎 你什麼人都可以嫁 你就偏偏不能嫁給他們 台灣人偏偏都搞不清楚 認同錯對象 沒去滅掉還要去挖他們 這就是台灣人最可悲的情況 我今天已經跟你講 你是M174的後代 你很純的 純正的台灣人 你的身份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保護到你 讓你沒有被滅掉的餘地 當然 還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完蛋了 那是因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受到保護 你還可以留你的種 你知道嗎 我沒時間說的 我跳跳跳跳跳 過去什麼政人工這樣 他的勢力範圍只有這麼大 笑死人 這是扭曲歷史的結果 來我直接看圖片 或許你們沒有的 我講快一點 來 明治28年 1895年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迷政 臨台上後出稅決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統府評議會創始 你們當中如果做行政管理人 你看人家一個新的政權進來之後 他怎麼做哪些主要的動作 那些movement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程法院 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醫院設置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有變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渡量衡改正 以財政金融制度 秀稅制改正大阪中令陽進出 明治29年1896年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 地方地制規則實施 第三代總督奶木系廷 三段警備法阿片制度 阿片專賣教育制度擴充 民事訴訟條件 醫院設置台灣聲張條規制定 明治31年1898年 第四代總督阿片原太郎 主要是這個 後頭金平在管的 警察治療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地極調查 大小助權 地方規制制定 基隆及高雄主港工程 全島道路鐵路建設 便宜10間 要有醫院就要有醫學校 總督府醫學校設立 台灣銀行創立 你看我跟你講 過去大清帝國來台灣就是 蓋廟 蓋涼 蓋涼 抽水 貪污 沒有在這邊建設 有的話 你把大清帝國 撥多少款到台灣就可以看 台灣不是很好的算錢 用錢來看他怎麼建設台灣 這樣就好 女生看男生怎麼對你 花多少錢在你身上 沒有便宜的事情 台灣人怎麼造作日本的建設 要花多少錢 這邊帝國議會裡面通過多少預算 錢才會撥過來 大陸帝國議會司機 我現在特別跳一個講 金見智郎 因為那一年的 黃太子殿下台灣 那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他那時候 這他日記我把他抓出來 日記大政10年1921年 那時候台灣有一定人 瞎破棄跟日本聽說 台灣很亂賣來 可是他的總督寫什麼 台灣思想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輩 在台灣不過數人 因為他們多少是 他是社會主義傾向的 沒有到危險的地步 一般人民是極其忠實、順良 感事於同仁、聖恩 絕沒有危險之餘 在總督眼光 台灣是很順良 對吧 你對我 但是在大清帝國看台灣人是什麼 三年一小房 五年一大亂 對吧 這是什麼 男無情、女無意 這些人都沒有 為什麼在我們裡面就變這樣 包括我們父母親都很懷念日本時代 因為你對得好 我自然就順良 都是這麼簡單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過去的台灣人長這樣子 你們阿公阿嬤、阿嬤那時候生這樣 女生穿的衣服你們在座各位更好 法國巴黎定制服 這是叫杜聰明 杜聰明就是以前的高雄醫院創辦人 高雄醫學院創辦人 也是台大醫院首任的 我跟你講他們都是留歐美的 過去台灣留 我跟你講留學的有將近多少人 20萬人 1943年 全台灣小學一共1099所 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教育普及率71% 先進國家之列 留學日本風紀加上盛行 1945年統計曾留學過的台灣人 20萬人 這是統計數字 這是他們同學路 你看 顏水龍、顏春安、吳錫元 這叫我們親戚 U.E.Columbia 這Floarence 美國U.E.Linois 不同學校 這裡有一個叫黃曹琴 你看林憲堂一直研究的 他不算 他是來唸大學 你看他有唸 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醫學 都有 黃曹琴你看 美國U.E.Linois 黃曹琴就是出賣台灣人 說我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就是他 怎麼證明 所以看他的資料就證明 你看 念政治系 最後什麼 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日本人 你拿日本護照 怎麼會變成南京政府外交部 那個我說的余虐 從那時候就知道了 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就是他 美國人說好 你中國人好 尊重好 那個關鍵點你們慢慢研究 我今天沒有這麼多時間 我們看一下照片 來 竹城 去城 去廟 以前日本人來那時候 這些照片 馬街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後面好像門開得太大了 很大聲 馬街來台灣拔牙齒 我們水器 這個馬街 大豪手這個 有主任學 18多少年 1885年 以前就去城 去廟 還要水 都在淹水 這個是什麼 你知道 這在幹嘛 冰郎西施 你知道嗎 本時代的冰郎西施 阿嬤在賣冰人 沒有冰郎西施 我跟妳講 找那些美女去賣檳榔不對 妳就找阿嬤 馬上吃檳榔的人口會下降 妳叫人家不要吃 就這個就好了 這一下就解決了 很快的 妳不要找美女穿短裙去賣檳榔 這是牡丹社事件 這個那時候我們有出草 出草就把人頭趕下來 我們高殺族有這個習慣 日本軍官說不可以這樣 那時候我們在北盤川宮頸王 剛從奧迪進來台灣的時候 你看這是高殺族被收編的時候 那些所有高殺族的勇士 拿著竹竿上面看起來 不是菜兜 一顆一顆都人頭 上面都人頭 都是人頭 這是他們的嘉年華會 小朋友在那邊看 熱鬧 婦女在那邊跳舞 日本軍官在那邊看 妳看那個婦女的手上抓的是什麼 那就是人頭 拿人頭在那裡海海海 這也是高殺族以前的女生 很漂亮 來 他們收編之後 他們就教他們最新型的武器 該怎麼使用武器 你看 這就是日本軍官 下面是頭目的兩隻腳 中間都放一顆一顆什麼 都是人頭 沒有開玩笑 那都是人頭 那時候便不做三千幾顆 三千六百多顆 人被鎖起來 日本人差不多有幾十顆 所以他們洗澡都很小心 警衛 要不然咬一下就不去了 那時候他們又給高殺族的同胞教育 開一個園遊會的時候 突然一些勇士衝進來把所有全校都殺光 有一個日本老師把這些小孩子放在糞坑裡面 把他救出來 這是生還者 其他照片太殘酷 我不給你們看 就看這個就好 就開始受教育 第八年 空軍進出 那時候開始畫畫牢 彩色的 我找那時候小朋友畫的 很單純 來 後來就開始蓋這些 你看 第三個路 中山與中 以前我媽媽也是第三個路 以前就是這麼有氣質 你看 穿著打扮 臉 臉手 這就是帝國嘛 台北人叫我們難民尬得都不是樣子 來 郵政旅館 這是北女的家政裁縫客 那時候打進菲律賓馬尼拉的時候 我們小朋友上街去遊行 育幼院 這是哪裡 不叫中山堂 那叫台北共會長 他們來給你付一名 叫中山 中山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台北共會長什麼 台北市民每個人捐出一塊錢把它蓋起來 是台北市民蓋起來 這是公賣局 這是醫院 你看 裡面有冷氣 有冷氣 你看 要怎麼看東西 大會堂來看電影 表演 你看他的餐廳 你看他餐廳 你沒有坐餐廳 看人家多整齊 你有知道這個是有制度的 你看撞球桌 有西餐廳 全部是有冷氣的 那時候很fashion的東西 這是三線路 三線路 就是有快車道 旁邊有樹 然後再來慢車道 台北市民蓋起來 叫三線路 好聽到嗎 給先生 十一三線路 好聽到嗎 給先生 十一三線路 好聽到 我告訴你 我們國民黨要給我們扭曲 什麼台灣人打棒球 要用棍子打石頭 那有這麼可能 日本是來這樣 任何一個 這是台北市 華山國小對抗南門國小 每個小孩子都有棒球棒 都有手套 都有棒球棍 都有球 有教練 有對齊 有領隊 才有可能後來打到甲子園最後final 決賽 你沒有這種普遍的棒球水準 不可能 我手邊有幾百張全台灣各地的國小棒球比賽的合照 到高雄為止 軟式 硬式都有 那就是過去就是台灣普遍的一個運動 既有扭曲了 變成這麼可憐 這邊可能要用棍子去青菜去打什麼酒頭 過去就是這樣 這是台灣 以前就有台北施工車 會排隊 不需要新生活運動 台北車站的前身的前身 誰像這樣 神社 超山的溫泉 就像建宗的學生 建宗學生以前這樣 有沒有帝國的樣子 很壞的 建宗的學生 這是什麼 歐洲嗎 不是 管前路走到底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蓋的博物館 台北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那是你自己的領土 自己的百姓才會蓋博物館 博物館這個不會讓殖民地的百姓 統治人去享受 沒有這回事 全世界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昏耀路那邊 它叫熔丁 你們回去可以看 這是什麼 總督府對丁管往下看 以前的照片 這不是我最近找的 這是以前的照片 我看快一點 這是北投那邊的電車 那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 以前Live Magazine裡面 台北車站附近 你看他們穿著 你在那邊看 你看 明治橋 就是中安北路走到地 通到上面原山 下面是基隆河 過去台北 台灣博覽會 過去就 在新公園上面往下 台北車站 過去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好臭屁喔 你看 穿大衣這樣子 下面穿 你看 在咖啡裡面 叫咖啡 物理系的學生 年輕人喔 這是什麼 看得懂嗎 在台北工會堂裡面 國標舞比賽啦 日本人來的國標舞老師 你看每一個人穿衣服都就 欸 你要阿公阿嬤阿祖 穿的衣服都穿得漂亮 你看女生那個打扮 你看那個型態就知道 欸 穿衣服看得出來耶 你看鞋子 這很秋的 你看是不是 趴哩趴哩 我就找到鄉下 我不要只看大都市好不好 鄉下竹東的一個幼稚園 公館什麼什麼竹東 你看 就已經這個樣子耶 日本人來的學生 竹東下來的幼稚園 欸 新竹車站 台中咧 那時候就是這樣啦 台中公園那時候就是這樣啦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喔 來 綠川 有漂亮嗎 綠川 台中的綠川 台中是大地震之後他們空拍 你看他們為了要拯救大地震 馬上空拍 看哪裡要處理 天皇來台灣那時候 台中香蕉 香蕉 香蕉 你看人穿的衣服 不會香蕉的 進出口的香蕉的 我按很快喔 台中神社 你看那時候呢 台中神社好像在日本一樣 台中神社那時候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啦 台中周廳 綠川 你看 楓源家政 上家政課的照片 全台灣各地啊 我不是只講一個特殊點啊 加南大去起工當天的照片 阿聯山神木 OK K農家農 加農 我現在是全台灣各地喔 在日本統治裡面 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喔 每個地方都是 就這麼小的地方 哪來偏遠地區 你聽的不是很好笑 美國那麼大的 沒有在偏遠地區 台灣這麼小 沒有在觀察到偏遠地區 所以這就是 全世界的心態嘛 離開台北 每一個學校都有 每一個小學都有營養 你看 這是彰化水源地 那種自來水 讓你看到有水源地 水在那邊擠水 水就要濾清之後到每一家去 那以前是台灣 台南 你看 這是什麼 台南女中 畢業照 你看女生穿得多乾淨 一般是她 襪子乾乾淨淨 鞋子白白的 你看 頭髮整整齊齊 就台南女中 好 我們放影片好不好 台生 只有20分鐘放 來 燈關一下 Bitcoin 此為之 太陽 金 破了 太陽 有 太陽 零 石 天 都 讓 anál 195年馬關掉月之後 台灣貴族的國 明治28年6月17日 台灣總督執政40年開了一遍 新興的台灣 這段大八十年 對照大清帝國而已 總督執政是40年 之前台灣被青少政府當中化外荒地 台灣居民當中化外之民 但改例之後 日本政府同化訓異為帝國臣民 那些公務無敵的改例後 幾年以後 部署的氾濫 產業指導奨例 鐵道公安交通的建設改修 中心事業衛生的完美 出水灌溉事業 離版事業 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改革 軍事方面 非常完備 各方面 公務成果 台北 業績 我跟你講能夠有業 燈 Infrastructure基礎工程 要做得很好 配電 登 入燈 大北橋 明治40年 1911年8月 有一個颱風 所怕把舊的防射全部開掉 重新弄 才能做都市計畫 在都市建設之前 要先破壞 反正以前的那些 構圍 保留通門 曾經 他講誰 台北周廳 台北知事 要不要捉得迪述 台灣軍司令部 有大醫院 一直在台北醫院 台灣總路交通郵政 地名有台電 台灣電力主持會社 高見人 如果你不把空 就要不大 Dit 就要不出門 為大運 那獄 江澤比 右利org 貴密 青蟹 江澤比 副一霸給所在 這種橫陽貼那附近的照片 影片 公車 我頂到趴 給入局 旅館齁 旅館 Hotel 車站頭前有 人力車 喔 日本 還有客人車 還有公車 這就是 銀智橋 東山八路走到北 神社 比如賓館 我現在的條過 他起一個銀杉瓶 放在那裡 把神社壓下去 公會燈火 相當大型的建設 你看 國務館 很漂亮 這是 台灣一準的休閒生活 帝國 還有的 台北放送局 每天 一記 台記 那種 播音 植物園 上面成立法 天空神社 那中間 那邊遜到 中國的影響 比較大的地方 它有文化中的 那個 mix的地方 現在到這段也是一樣 中間 圍繞那個中心 現在 提醒去廟 以廟為中心 發展出來了 大小天 的大小天 軒を並並 城内 都很異な 異國的城市 を漂浮 你不要看他 牠的 阿嬤 牠的牠的牠 待會兒 他就看得到 什麼叫做綁腳 就這樣 綁小腳 還是那人 風俗習慣 跟牠的 氛圍就出來了 情擦 樣子 平台 淡水 北投溫泉 你現在還有一些遺跡 你就可以去看 這是屬於休閒生活的部分 出溫泉 就告浮舊場 淡水告浮舊場 雲南市のゴルフリンクも遠く及ばない 長ら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 新築地方は 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 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新築は 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 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 新築州のストセル農産物は 米、茶、粉館頭が 基礎建設 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 茶葉怎麼做 製作過程のほうれんか 米国ペルシャを始め 前面當然是手工跑不掉 接下去怎麼製作 都市長を相手ととする 特産品として 都市販品として 米国ペルシャを支配 栗産品と準備 工章後で 今回は 水平化設備 日本時代と壮業 ついて 紅茶寸展線 紅茶を進出 紅茶を進出 次の鎮 黎茶に 弄んだ 那時候每個城市都有地下水道 這裡都這樣做 台中 這個綠川,剛才我看上去的城市很漂亮 有小金都市稱 你看那路段好漂亮 這個都市規劃 綠川柳川 台灣的進步之身 帳化銀行要進來 剛才念到這一段 銀行是很重要的貸款 融資,建設這些都要錢 都要擠 台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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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潭的爬電 來跳一下 再送到 配到南北各地 24萬千網 台灣電力配色 你看高壓電力配電 你看那個圖 從日月潭往北 往南到高雄 然後配電 動力供應 動力供給力 出發 台南 這邊也跳一下好了 看看 這邊跳一下 在阿里山 嘉義 日本人在台灣除了 有砍樹 他一樣造林 在日本造林的政策是一致的 國內、國外都一樣 我有去烏九島看過他們造林的那個系統 來這邊跳一下 嘉義 這嘉義 剛才那是嘉義 再來 農林缺角 你看 他都說以棒球為人所知 一直都改在村民 中華 有 他都說以棒球為人 行為 軍事 一人 金高山阿里山的登山 木材極戰力 這也跳一下好了 我們直接看到那個 特糖 時間好不太多 砂糖 草糖 布萊恩佔領 砂糖已經主要 這是原來影片就是這樣子嗎 我沒辦法 台語總督時代 你們做那個工業設計 工業工程人 你看他怎麼設那個工廠 你可以自己 疊到 嚴重 這邊也跳一下 台灣那時候Size很小 跟古巴跟其他國家不能比 可是我們現在第四位 產堂的中心 屏東工廠 除了製糖以外 他相關的煉乳 那些沙腸都會用到 最後做到酒精 你知道巴西也是用 色糖在製造燃料嗎 他們汽車燃料 不是光是用其他 你看以前都是這樣的 跟雲機啊 近景耶 台生之前不是有跟雲機嗎 再前面一點點 在前面一點 對 對 剛剛就一直這樣 然後跳跳跳 馬上結束 好 一部分當作燃料 色糖渣 一方面還自己煮 然後也用一部分拿去做酒精 燃料國策 對 對 對 那時候的實驗室 他穿著也都很 對 現在也差不多了 很快 一分熟了 做什麼巷水 來 烏山斗 山霧潭 除水汁 加南大俊 我們一年會有三收 主要就是靠這個 來這邊跳一下 15萬魚甲 水路 支線281公園 26公園 大俊 浸光以來 米甘蔗的徵收到年 240萬日元 來 再走 高雄 高雄 好 這是跳 你看 以前的運輸船 都已經用這樣子 重要港狗 看狗在三分鐘之內結束 來這邊跳一下 主要是基隆跟高雄港 緬揚漁業也是 來你看 以前的工廠 你現在去日本東京大阪外面 這些工業區 你基本上一樣的做法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高雄周廳 你看這邊 你在台灣 過去是這樣 我想說在日本 祭祭 很像日本的祭祭 內地到基隆 我們的內地在日本 開動作 內地在日本到台灣 文字を出て日中屋で着きます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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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 音樂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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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裡面有小孩子,你看那個小孩子穿著衣服 怎麼打扮 媽媽怎麼打扮小孩子 看他媽媽去建造隊友 那時候有地下電纜,海底電纜 從日本去過台灣 地下海底電纜 一台無線電話 內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一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 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 卒業者さえもいる有様であります 喔,我們的高砂族 當警察、當老師都有 心無き者がバンディンと呼ぶと 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 我らも日本人だ バンディン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 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好,今天上課到這邊時間的關係 謝謝大家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お疲れさまでした